高雄傳出了火爆的行車糾紛 就在科工館前 一名汽車駕駛要右轉 疑似不滿騎士按喇叭示警 涉嫌逼車 藍車 騎士不滿被藍 就直接拿出了辣椒彈發射器射擊 連擊五發 駕駛被打到脖子破皮流血 雙方互告 騎士直行 賴色汽車要右轉 打了方向燈往外切 發現對方越靠越近 騎士按喇叭 對方進車身壓過來 涉嫌逼車不給走 但駕駛沒來得及開口 騎士反擊手中武器 瞬間擊發 一發兩發接連五發冒出白煙 駕駛被打中痛到用手掩固 逃到路旁 就在科工館前 雙方行車糾紛 駕駛不滿對方比不雅手勢 追車理論 騎士掌一掌要走 駕駛繼續第二回合攔截 騎士隨即發動攻擊 把人打到脖子破皮流血 拿的是這種辣椒彈發射器 也叫辣椒槍 類似漆彈 擊發之後爆開 有刺激性 只有不違法 但拿來攻擊員 涉嫌恐嚇和傷害 駕駛提告 騎士也反告對方強制罪 行車糾紛 演變傷害案件 雙方互告 記者徐軒榮 高雄報導 您的根拼 表現